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啦 你怎么还没走呢 是不是便秘啊 怎么蹲这么长时间 你管着吗 你是不是有这屁好 喜欢在侧后门给我蹲着 我不喜欢他 干净还没办法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一百遍了 我没时间跟你说那些产品 你再说了 我们这个器械裤都已经满了吧 你赶紧走 不是 别跟着我说 今天我还有谈手术 别跟着我 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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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只是开会和门诊 你哪儿来的手术啊你 我记错了 我一会儿查房去 不是 刚才我都看见了 你都从二楼查到三楼了 全都跑了个遍 能不剩你现在其他科你也管吗 你告诉我哪一科 你告诉我哪一科 我一定可以 那也不可能 我跟你说了 器械变更 那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别废口车了 你别废口车了 不是 你现在是副主任哪 你有绝对的话语权 你要同意了 别人也不会提反对意见 对不对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我求求你了 黄自立 咱们那么多同学 你别可是我一个人来呀 你和我别人去 侯子 你站住 你刚才说老同学是吗 你至于这样吗 你不就觉得我现在婚得没你好 跟你不在一个档次 你瞧不起我 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就不应该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 对吗 我还告诉你 在我心里面 你没比我高多少 咱俩这么多年同学了 我黄自立是什么样的人 别人不了解你不了解吗 你说 你说当年是不是有人冤枉我 我该不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难道你心里没有一个 基本的判断吗 是 我今天推销产品 我求到你了 你至于跟我甩脸的吗 还老同学 你心里有吗你 你说啥呢 我不是这意思 你 你不是 说 孙脸 说这话就有点重了 你坐 我这这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我不就跟你推销了个产品吗 再说了 这些东西都是特别好的 你们用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何必呢 是 是 你也知道现在产品 产品 你这样 你把关心放下来 来 坐坐坐坐坐 坐下来 坐下来 你喝口水 有什么酒啊 我气得人都嗓子冒烟了 我喝口水 我喝口水 我我看看看看 什么 尘尘尘尘尘 你可帮我我大忙 那 那咱可说好了 你这边只要定下来 马上跟我打电话 没问题 放心吧 行 谢谢 好 放心吧 好 好 好 黄自立 你 这家几天没进啊 连有名都忘了 不是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来看病啊 刚好看到你了 行啊 你可真够拼的 人家主任要是不买你的产品 你得把人家老久都接了吧 没有 他本来就是我好多年的大学同学 有没有时间啊 陪我去取个化验单 上面的东西我也看不懂 你帮我看看呗 我 我 没时间的话那就算了吧 没关系 我时间还可以 我陪你去吧 这边来了 放心吧 化验结果没问题 那这个箭头怎么冲下呀 没关系的 这个血液指标啊 它不可能每分钟 都是非常标准的 你就踏踏实实回去 好好休息就行了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你等一下 我们医药公司 最近刚好需要个经理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们跟你谈一谈 聘我当经理 你 你可以的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帮我 我等你电话 哥 你今天真见着有关于了 是啊 他跟我说 让我去他店里当经理 去呀 犹豫什么呀 去 但我觉得这事啊 不是当经理这么简单 他 要我说你就想多了 我来帮你分析啊 一 他现在身边真缺人 真的需要人帮助 二 他别有用心 想把你安排在他身边 两个人一起工作 日久生情 培养感情 对吧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 接受还是拒绝 不都在你吗 你也没什么损失 是啊 如果就像你说的 我真去人家店里当经理 我接受了人家这份工作 却不接受人家这个人 你觉得合适我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 又工作嘛 再说了 你为什么不接受啊 你现在对这刘曼玉 是不是过于小心了 要我说现在 能有刘曼玉 对你这么上心的女人 挺不容易碰到的哥 真的 去 试一试 说不定啊 到时候你发现 是你自作多情了呢 是不是混蛋了 怎么导秩 你真的好看 你什么那么等待 主持人家 说不定 跟你国家不停 或什么 任何那乘法 您一起留 scars 你 猴子 你站住 你至于这样吗 你不就觉得 我现在混得没你好 跟你不在一个档次 你瞧不起我 你说当年是不是有人冤枉我 我该不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难道你心里 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吗 那这个箭头怎么冲下呀 没关系的 这个血液指标啊 它不可能每分钟 都是非常标准的 那这个血液指标啊 那这个血液指标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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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告诉你 这种血液指标准备了 这个血液指标准备了 谢谢孙子 就是这个血液指标准备了 这种血液指标准备了 你都会对我的血液指标准备了 你都会对他的血液指标准备了 是什么事啊 妈 早 早 忙什么呢 我给你煮你最爱吃的 思念金牌虾饺啊 今天怎么这么早了 上班去啊 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啊 最近店里生意不太好 这要不勤快 我怎么办呢 早就应该这样 我跟你说 我今天送天天上幼儿园 我发现她感冒还没太好 所以我今天跟你一起去店里 给她拿点感冒药 顺便去店里看看 那也行 最近店里感冒要搞活动的 你去挑点 真的啊 好啊 昨天让你赶快吃 抬手妈对我好啊 发我 好好啊 范玉啊 别管我啊 我去转转 行 妈 牛总好 好 来 刘总 这是咱们这个月库里的清单报表 您公布一下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多 刘总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跟你汇报一下的 还有关于咱们的销售业绩 可是你一直都很忙 销售业绩又怎么了 算了 我给你看吧 好 茜茜 阿姨 这个是 这是那个小快克儿儿童感冒药 不是感冒高发剂吗 所以咱们和厂家一起搞了这个活动 好 还有我们天天最近就在流鼻涕打喷嚏 咱们天天现在不是五岁了嘛 就给她喝一点五袋就可以 这个呢就是半半装 喝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就 横着剪一包 横着剪一下 嗯 竖着 斜着 剪半袋 剪半袋 好 记住了 来 行 那你帮我拿两盒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阿姨 怎么这么多库存啊 阿姨是这样的 咱们定了货卖不动 我们也没办法 是啊 咱们建的产品价格呢 没有任何优势 而且呢 货品又比较单一 行吧 那好吧 许毛 先生 您好 您有什么需要吗 我找刘曼与刘总 您上二楼 左手第一件 刘总在办公室等您 谢谢啊 谢谢 请进 四列 你来了 快请坐呀 来 咖啡行吗 谢谢刘总 又叫我刘总 我说过了 叫曼玉就行 你这个店还真不小啊 威磨还行 可我不懂经营啊 最近一直赔钱 所以啊需要你来帮帮我 可是我也不懂经营啊 那起码医学方面 你比我强吧 而且你又肯干 以后这个店交给你了 曼玉啊 谢谢你这么高看我 我很感激啊 但是有些事呢 我得事先跟你讲清楚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我知道 你不就担心我请你来 别有目的吗 比我说中了吧 说实话 我对你是挺有好感的 但你要是嫌弃我的话 不愿意跟我继续往下发展 我也不会勉强你啊 嫌弃 我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你先听我说完 这喜欢归喜欢 最重要的 我看中你的 是你的能力 所以三番五次地想约你 至于其他方面 是你想多了 这么说是我小气了 本来就是啊 难道我说错了 我呢就是有些顾虑 怕你误会 所以想跟你解释清楚 清楚 我请你来呢 是为了工作 你来帮我呢 我也是为了这个店更好 至于其他方面 咱们可以顺其自然 相处着看呗 你要是干得不好的话 说不定我还会解雇你的 可不是 所以得好好干呢 要是被你给开除了 那可太丢人了 那咱们就说定了 刘总 晕倒了 妈 妈 你有什么病史吗 没有啊 妈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妈 我可能要死 你别瞎说 别把 送医院吧 你心口疼吗 你有没有心脏病史啊 她这有可能是心脏病 来来来来 那怎么办呀 快快 安平 准备小三男友啊 我给她做心肺不肺 快去 快去 赶紧打120 快 一会儿这 好好好 不饿呀 不过你也吃点呀 到这儿 回头把我水片给我 谢了 方姐 花又来了 这哪儿来的 刚才有人送来 我看见就给拿进来了 跟我办公室 得嘞 师傅 你好 警官你有什么事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刚刚那花是您送的吗 是我 送花人是谁呀 好 您有她的信息和电话吗 姓赵 姓赵 对 您看一下 警官您没事吧 没事我就先走了 没事没事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好 怎么样 查到没有 到底谁送的 你觉得想不到这谁送的 啊 北超啊 别瞎瞅啊 那是谁送的呀 行行行 别猜了 快上班了 工作去吧 这还有五分钟上班呢 你赶紧跟我说说吧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让你去跟大家说呀 我嘴多言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事了 你嘴言 被你说出去多少事了 上次我卫超过来的事 是不是你跟大家说的 弄得整个锁都知道 那个事我是真替你高兴来着 谁知道事情会变成那个样子 行了 不提了 五分钟到了去吧 没意思 上边了 喂 喂 赵先生是吗 我是方言 方警官 您好 您好 您的花我收到了 你喜欢就好 别客气 花很漂亮 但是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再送了 方警官 您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这样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送花了 再见 方警官 这什么意思呀 你放心吧 他已经没事了 你放心吧 大家也会继续 快点 坐好 你不觉得自己的死 摁下还有事是吗 你没有事 你也不会问我 他肯定了 他人是有試味的 可不可以 我心里辱论 情况来看呢 病情已经稳定 再治疗一段时间呢 就应该恢复了 但是以后还是要注意 一有什么不舒服 又马上来医院 避免这种危险再次发生 知道了 万一 病人刚醒 尽量少说话 让他多休息 我听说120到的时候 已经没戏场了 对病人该做的都做了 专业性完全秒杀那些年轻医生 吓得别吓笑 能用呼吸机啊 这都牛啊 刚好在药店 能用什么就用什么呢 可以啊 怎么 你们俩认识啊 她是我在大学里的老同学 我 我们出去聊 我们出去聊会儿 我说你可真行啊 你多长时间没联系了 几个意思啊 我那有啥意思 你现在跟那个范志鹏跑的一招歇歇怎么样啊 你二美 不管这个干啥呀 你怎么不来咱们这个医院呢 都是你的熟人 你说一话谁能不给你的面子 我 我不负责这个医院啊 我不负责这个医院啊 那 那里边这个 就一般朋友 今天我刚好去她药店 碰上她妈生病了 就她们 是 什么 我是说黄自立 这个女婿我看上了 妈 刚才您真的很危险 您怎么一醒来 就说这事啊 你先好好休息啊 这事咱回头再说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要说 你知道我刚醒了想的是什么 要是我刚才真的 就这么过去了 省起你古人寡母 日子可怎么过呀 呸呸呸 您寄人天相 什么事都没有 白玉 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爸走得早 你又跟王子健离婚了 你爸 剩下咱们三个人 你一个人撑着 多胆啊 我现在就想让你找一个好丈夫 好好地过后半辈子 就算我眼闭了也睁开 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妈 妈 你别说了 这孩子 听妈跟你说正事啊 你说 你是不是也挺喜欢她的 那不就得了 可妈 当初您不也看不上她吗 可是你看她现在这硬件 比王子健缠那么多 我当初是想让你找一个 比王子健强的 可现在呀 妈想法变了 小黄虽然说没有什么钱 可是人厚道 脾气好 又学历文化高 最主要的 她是学医的 还能帮你弄着这个药店 你能生多少事 现在 又找又能干 又勤快 脾气又好 关键时刻还能救妈命的人 她是吵架 瞧您说的 她还成香菠菠了 好多脸啊 毛毛想你就清楚了 妈比你想得多 小黄到时候若睡散家 再给我添个大孙女 你儿女双全 多合我 这都扯哪儿去了 经过今天这一遭啊 妈有点着急了 你现在就去跟她 确定关系吗 这个事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呀 什么意思啊 她还不同意了 不行 妈 要 这个 你看 这还是人家黄自立给准备的呢 多有心 是是是 她就是你们的良药 要不这样 妈去帮你跟她说说 把你们这革命友谊 你转变成革命伴侣怎么样 我给你打拼个事啊 这科医那个棋子房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别提这个事了 一提就闹心 现在医院正跟开发商扯皮呢 说不好还喝黄 具体怎么样啊 到这个月底就有准信了 你没跟钟晴联系啊 你没跟钟晴联系啊 人家现在快到医院的领导层了 消息比我灵通啊 没什么联系最近 张医生 二十八床找您 马上过去啊 那你们帮忙 对对对 我 我不想让这朋友和他妈呢 知道我在这里工作过 你就别提了啊 好 放心吧 不说了 好 阿姨 那个 感觉怎么样 没事了 小黄 你觉得我们曼玉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们就多交往 我们曼玉啊 太实在了 需要一个靠得住人 帮帮帮 来 我给您削个苹果吃啊一个 小龙 谁找我 您好 赵雨晨 小龙 你找我的 对啊 赵先生 您好 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还不能来看看你 这儿在派出所 我们正上班呢 您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赶紧走吧 这都几点了 还上班呢 我们所里就这样 我下班 没事 我不着急 等你结束了 咱 一起吃个宵夜呗 赵雨晨 真不用了啊 你快回去吧 方警官 其实我特别仰慕你 我真是想追求你 我真是想追求你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你 我们俩不适合 怎么不适合啊 我觉得咱俩特适合 而且我妈喜欢你 你说这事多难得 不是 你妈喜欢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妈 刘奶奶是吗 刘奶奶喜欢我 这是我能理解 但是你妈喜欢我 跟我们俩 适不适合 一点关系都没有 方警官 其实五年前 第一次见你 你就给我留下 特别深的印象 而且你还不顾危险救了我 当时我心里就有你了 但是当时我没钱 没事业 不敢想这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有自己公司了 事业也都不错 而且你不也是单身吗 所以我就鼓足勇气 向你表白 你刚才说五年前 你看啊 你都给了自己 五年的饲养准备 那起码你也得给我 好几年的准备时间吧 行啊 没问题 不着急 你慢慢想 你笑什么 真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们俩真的不适合 方警官 我赵启诚决定的事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行 但是啊 别再往我办公室寄话了 行 都听你的 记住了 没关系 不送花 送请奇 那回 barley 咨嚷 这回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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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晚上想吃什么呀 晚上想吃什么 医生说你得吃点清淡的 不能太油腻 好 这天真好 来 妈 你先进 好 慢点啊 喂 自立啊 对啊 今天出院 好啊 那你晚上过来呀 晚上见 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要没有你说不定我就抢救不过来了 妈 别瞎说 阿姨 赶巧了 我以前呢做过心理科医生 其实您这个病呢并不严重 就当时可能很紧急 只要处理得当呢 其实没什么危险 吃水果 来来来 不客气 就是您一直在说 字里都吃不上了都 看什么 妈 你叹什么气啊 没有 妈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你爸爸走得早 你的婚姻又不幸福 妈觉得对不起你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不挺好的吗 阿姨啊 您刚出院 想点开心的事 这样有利于恢复 想开心的事 你别嫌我唠叨 我就是挺想让你帮帮我们曼玉的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 又是管妖店的生意 又得照顾孩子 还得雇这个家 我就觉得她特别不容易 阿姨 您放心 我 我会尽力的 那 你答应跟我们曼玉 好了 妈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跟自立是工作关系 她是过来帮我管理药店的 您别瞎说 那她要是没这个意思 她还帮你啊 这孩子真是傻 是不是自立 是 是 妈 你别再问了 你再问我都坐不住了啊 怎么了 不是 人家自立是过来一心一意 帮我管理药店的 我们俩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您别想多了 我这记性 快把这小快课递给我 这不是我们天天感冒了 这吃这药还挺管用的 我刚刚半个小时前给她喂好粥 现在可以吃了 你记得啊 一包半 我知道 横着剪一包 斜着剪半包 你帮帮的啊 在这儿 您慢点 阿姨 天天 快来 姥姥为你吃这个 草莓味的小快课 您拿了 平时吃你状况应该挺好的 还挺好的 多亏了你 真的别客气 举手之捞 那吃点水果呀 不了 我差不多 我也得回去了 行 那我送送你 拜 晚上听我妈一个人唠叨 都没能跟你好好说两句话 刘伯伯 有什么在明天再说 行 那明天见面聊 走了啊 路上小心点啊 明天见 别在那儿玩什么手机游戏了 过来陪我一起练啊 算了吧你 就你这张牙舞爪的样 我怕我过去你殃及无辜 瞧你这话说的 减肥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业 就你这熏磨乱舞 你这事业什么时候能成功啊 哥 干嘛呢 出来坐会儿 这都几点了 我都准备睡了 不会吧 这才几点 出来待会儿就回去 好多天没见了 咱哥叫我出去喝两杯 我给你请个假行不 这么晚还出去 你跟他说 我最近呢也特别忙 好容易仅仅有点时间 再给你见个面 就算是让他给你 放两个小时假行了吧 我刚从刘曼云甲出来 有事和你商量 赶快啊 我挂了 你不许去 来来来来 快 喝点这个鲜维加 零卡 来 人烧你的卡路里 去 你跟我哥叫什么劲呢 主要是你没听到重点 他跟我说 他刚从刘曼云家出来 着急跟我嘚瑟嘚瑟 显摆显摆 那行行行 我不去了行吧 他跟刘曼云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来 睡觉睡觉睡觉 怎么说没关系呢 这事跟咱俩关系大了 要不你还去看看 不行 我跟你一起去 算了吧 要去我自己去 你不搞你的瘦身事业了 也对啊 我还得减肥呢 那你去 回来记得跟我汇报情况 那我真去了 去啊 必须得去啊 我跟你讲 我哥这段感情要是成了 你是一大功臣 走了 走嘞 今天呀 这个袁老大 会去富华小区旁的酒吧 和他的下线马强街头 咱们的任务呢 就是提前进驻酒吧 盯住马强 然后等袁老大出现的时候 将他们一举拿下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方言 你先去准备一下 是 这儿我没来过啊 没来过吗 我记得咱俩来过呀 好像队长真的没来过啊 那儿呗 行 快 点酒点酒 好 沐原 喝什么 你喝什么 我喝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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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